上次吴锡金说 就是好多提出来一个问题 就是地铁 地铁现在好像 每个地铁检测 危险片检测 每天就是每个口 基本上要好多人 要十几个人在那里换班的检测 他认为没必要 好多UP组也在说 这个没必要 应该撤销 那种给地铁公司 减轻那种负担 没有必要每个人都检测 每个包裹 这种人员应该撤掉 吴锡金当时也说的 我认为这个是不可能的 他们就是维稳人员 怎么可能撤掉呢 现在马路上 上海的马路上 你看看大的路口 就像那个长鼠路 长鼠路那个华海路口 还有那个延安路的花山路口 那个警察 协警有多少 协警基本上有五六个 一个警察在那里 协警就五六个 就像 快海路 长鼠路的那个路口 最多的时候有七个人 七个警察在维护 一个路口的安全 还有南京路上 有这么多警察在那个晚上 在管交通 这么多人呐 现在我们这个 我就觉得上海这个 这个全国 就是那个警察治国 把你管得死死的 如果哪里发生突发事故 他这个一个电话 一个对讲机一叫 就好多人好多人 就过去维稳了 是吧 你如果让他们这种 让他们这种减少的 我就是 近五六年来 我就觉得马路上的 那个维稳的 穿黑衣服 穿保安的那种 多了太多了 就在特别是那种 特别是疫情的时候当中 哇那种穿黑衣服的 管马路的人 哇多了好多了 好多 而且好多的那个那种 都都都没有穿 那个有正式的制服 他就别的一个徽章 别的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在那里 就在那里维持持续了 你看 我就认为 这个这个东西 不大可能的 只会越来越严格 不会越来越 如果那个社会啊 以后啊 慢慢的退步了 慢慢的那个 滑下去了以后啊 人家收入少了 怨言多了 就会出现好多问题 普通的一个新厂证吧 新厂证 他要造一个垃圾分化 好 好多新厂证的 人家就反对 对吧 如果这种事情 这一出出来 你没有造 叫这点能力 就是去维吾的话 没有这点能力 压得住 警察 警察 没有绝对的能速控制他 你这个 这个事情不是越搞越大 而且政府好多东西 他都不会妥协的 是吧 而且好多东西啊 呃 危险到他 他都都都都 执政的地位啊 他就是强力的镇压 现在我就觉得政府 现在有的地方 有的东西啊 有的上次有一个 那个预制菜 小朋友吃预制菜的时候啊 好像警察也来了 后来慢慢就是 好像是 应该是县制式吧 好像县长就说 以后不提供一支菜了 但是他有的地方会妥协 但是他 威胁到他的那种执政地位啊 合法地位的 或者 呃 说老大 说说什么 那个那种 都 反动员论的 那种 呃 涉及到个人的 那种 他觉得 他会偿钱 他会强制把你压下去的 那种叫什么 铁腕政策 社会主义铁拳 肯定会打倒你 这里的